欢迎来到20年9月的第97铁路之深 每月一期与大家共同分享本月看火车的乐趣 社交网络上不是引发热议的 杭州东站站在沉降的话题 随着一则公告的发布 算是站高一个段落了 9月4日 仲铁市员在官网发布了 关于杭州东站站台沉降整治工程的 项目老五分包招标公告 依据公告上的讯息显示 工程将包裹站台面拆除 站台台深 站台墙涂装等工程 2024年10月8日开工 工期85天 杭州东站是长三角地区 铁路特大交通枢纽之一 新站于2013年7月1日正式结成通车 车站总规模为15台30线 因为开动时被冠以 亚洲最大的客运交通束缘站之一的名头 因此被广大的火车民们 亲切称之为亚洲东站 但因为近些年不时有旅客反应 部分站台沉降导致上下车不变 像最严重的22和23号站台 沉降至少达到了30厘米 因此亚洲东站的名头 又被吐槽成了沉降东站 杭州东站因为坐落于 前唐江路海口的冲击平原上 沉降的站台属于非城里结构 对车站站防结构安全并没有影响 其实周边临近的上海虹桥站 也发生过站台沉降而进行整治的 施工期间 杭州东站并不会停运 而是不同线路站场站台分批整治 以杭州东站左右呼唤高速线 与宁航有高速线的十字型高铁枢纽站 如果风站停运的话影响巨大 从施工工期时间上来判断 也是利用了国庆黄金工假期后 到春运开启之前的这段 四季度客流屏风时段 不过预计10月10日将会进行 今年的第四季度铁路运行图条图 部分停靠杭州东站的车次 是否未调整分流到邻近车站 目前还未知 假日已经在站改的上海南站 以及即将进行连条连式的护书湖高铁 如果杭州东站因为施工 再进行测试分流的话 那么护航间的日常买票困难程度 势必还将再提升一个等级 宗车七十年工厂的主力产品 复兴内武C型内兰机车 即今年1月首批15台 交付太原机物端之后 第二批时的20台交付广州机物端 具体机车编号为17至36号 与1月时交付太短一样 20台机车分为四组每组五台 8月27日 第一组的五台机车 由七苏宴站回送至广州站 到达广州站之后 居然是由韶山九改牵引回库 看到视频的时候还是有些震惊的 这广铁的韶山九改 怎么都干上调机的货了 它可是五提斯 国铁最高等级列车的本物机车吧 之后在相关评论里看到 这台韶山九改是南雄至广州 快九两动拐的到达机 正好要回库 也就顺便把复兴内五C一起烧回库里了 被誉为广铁东风式终结者的复兴内五C 由广段江村车间广袤车队运用 9月11日 复兴内五C的18和19号车 以前车作为本物机车 后车负责保障的双机模式 牵引4500吨货列上线四跑 区间为江村下发掌之茂名锡 广茂县的复兴时代正式到来 而广茂县目前所运用的东风湿壁们 大部分车贯还是比较好的机车 预计将会陆续转配至淮化级五段运用 9月13日 潘浙花站意外的发布了一则公告 自9月16日起 潘浙花男王凡浦雄的56335634次列车 取消潘浙花站办理客运业务 这座服务了乘风县五四预载的车站 已经完成理事使命 退出了客运舞台 遗憾的是原本应该在最后一天 在潘浙花站办理客运的56335634次列车 还因为沿线的暴雨预报而临时停运了 相比成都站及重庆站 嘻嘻囊囊的告别一事 潘浙花站的告别显得有点落幕 潘浙花站坐落于潘浙花市金江镇 车站原名金江火车站 于1970年随城坤县的通车而开站 并在1991年9月更名为潘浙花站 车站站放楼顶上的站名 是由时任副总理周家华提携 作为成都局的南大门 是成坤铁路大动脉上最为重要的运输节点 根据潘浙花站的规划 已经不再承担客列准备的潘浙花课证所 如今已作为报复机车封存拆解厂 未来将改造为集装箱货厂 成坤副县的建设 使得潘浙地区迎来了洞车时代 潘浙花站未来将发展为铁路物流枢纽 汇类与告别 再也听不到的潘浙花站站台发车音乐 众有千般不舍 也再一次向这座车站向曾经为修建成坤线 而付出生命的铁道兵们致敬 送别了一座富有历史记忆的车站 也迎来了一座极自然奇观 与现代交通鱼一体的独特车站 川青铁路高川站 高川站站场规模为两台四线 采用的是无渣整体道床 颇为独特的设计在于 上行和下行阵线与附属车线各在一座桥上 并且车站站台直接连通至隧道口 地形的限制使得站台长度 并没有达到国铁标准站台长度 从而仅能容纳短边组动车停靠 高川站其实在2023年11月28日 随川青铁路 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的通车而开站 车站位于绵阳石安州区高川巷 在内桥水相连 两端都是10公里以上的特长隧道 其中成都端为四纸园隧道 青海端为越龙门隧道 均为川青铁路极高风险隧道 与重南点控制性工程 两条隧道中间通过高川站 左右双线大桥连接 车站站台位于跨越干河子的大桥之上 车站站房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 但是旅客聚集人数最多仅为50人 站房采用三段式不对称建筑形式 并汲取川西地区特色建筑元素 高川站的建筑通车 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方式 作为连接周边地区的交通要道 也为高专乡提供了展示文化和特色产品的平台 本节目在上月里讲过的复兴类3C 本月里继续有大连场 陆续回送至包头级物端零和车间 9月20日回送了这组复兴类3C 舞台机车车号并不像之前连号 而是28、38、39、1和45号这舞台 最瞩目的当属由复兴类3C 40号车改号而来的1号车 车头处还挂上了共青团号的牌匾 另外车底侧面中部也挂有团灰牌匾 车身腰性还做了彩虹图案的装饰 当然这个彩虹应该不是那个意思的吧 这台车还是复兴系列的首次挂牌 其实年初时还有个AD盖奶涂装的 第三代动机C200G 在库里都挂上了雷锋号的牌匾 但因为位置原因而最终取消挂牌 这组车回送的另一大看点是 用了和谐电1与和谐电2 这两组固定重联机车来牵引 要么说还是北京局会玩 一组固定重联机车按两台车算的话 这一列一共有9台机车了 真的是轴重满满啊 回送列车在通过石井山南站的时候 线路并没有安排阵线通过 而是侧进侧出 侧线通过时作为补给的和谐电2还降工用型 而降工运行了 但其实这台和谐电2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补给 而是原本正好要回送去包段 也就顺路一并捎带过去了 和谐载着复兴 奔赴塞外戈壁 在那里慢慢书写新的篇章 9月24日 中国日老挝的铁路跨境旅游列车 昆明自外乡的油两六油两拐 星光蓝梅号在昆明站首发 本屋机车为蓝梅号专属涂装的 昆明机物端和谐电3C动物怪5号 车厢外观涂装以紫色飘带与黄色色带的撞色设计 因为酷斯人比洛杉矶胡人队的球衣配色 也被很多火车迷称之为曼8号 蓝梅号使用的是良物改革车 车体进唐山长改造之后 于9月中旬回送至昆明 列车全力变组12辆 设计承载60位客人 以及R15位服务人员 其中车体标示软卧的客房车8辆 客房车的下部增设了真空机变气 用于客房内洗漱后的污水存储 标示软座的多功能车一辆 参车一辆 空调发电车一辆 以及供服务人员休息的软卧树营车一辆 话说这树营车还是用的气动塞拉门了 而客房车反而是折叶门 星光蓝梅号为众里居团所属 车内设施引入了温馨舒适的设计 并采用了高铁隔音技术降噪 蓝梅号途经老窝的世界自然与文化 双遗产城市郎伯拉邦 最终到达老窝首都万象 一路领域沿途的秀美山川 民族风情与多元文化 为方便严先革命老去人民出行 我国能源同在货云大通道之一的 瓦日铁路白文之安折段 于9月29日首次开一个客运旅客列车 由太原局担当 往返太原之安折的快拐八35拐八36 单乘560公里运行7小时40分 列车全列编组9辆 其中硬卧车2辆 硬坐车6辆 以及空调发电车1辆 本物机车为太短和谐电3C 但车厢并非使用机车供电 而是采用了空调发电车列供的方式 该列车的开行结束了沿线旅梁市的10楼 以及凌分市的席县 浦县 福山 和安泽 这五个革命老去线域 不同铁路客运的历史 为了筹备在重载货运专线上开行客列 华日铁路前期做了精心的部署 集中对沿线车站的站房 站台 雨棚 地下通道等房间设施 进行了优化施工 并对检票杂机 行李安检机 售票机等相关设备 进行了连条连试 确保客车开动之后 旅客的出行体验更加便捷 瓦日铁路西起山西旅梁市新县瓦唐镇 东至山东日照港 于2014年12月30日建成通车 全县安30吨重载铁路标准建设 是我国1015铁路建设重点工程 连接我国东西部的 重要煤炭支援运输通道 全球首款时速350公里的 沃铺动车族 于本月末开始载客运营 9月29日 234001分 新款动窝 意外担当了沃带坐的 高四动腰洞 深圳北至武汉的红眼高铁 该车体送去武汉 主要是为了 给第二天首发的 港京动窝做热备车 9月30日 由香港西九龙 至北京西的高八酒吧 成为了新款动窝 正式担当的首班测试 而为了准备10月1日起的 金港与护港动窝双向对开 9月30日晚的 洞9洞6 深圳北至上海洪桥 同样由新款动窝担当 也是顺便把车底 调去上海洪桥 这趟车虽然是洞子头担当 在洪州东至上海洪桥间 倒是按时速300公里跑的 也就很轻松的 早点10分钟到达 新款的时速350公里 复兴号自能握铺动车主 型号为CR400AFAE 由青岛四方厂制造 共计生产五组 号段为2398至24动辆 全部集中配属于 广铁深圳动车所 新动卧全列编组16辆 其中的软卧车13辆 车头车尾的 一二等软座车2辆 以及列车中部的 参车卧铺车1辆 与现有的 和系号动卧相比 总定员增加值652人 其中一等座24系 二等座90系 以及软卧538系 8号车厢设置有 无障碍卧铺包间一个 以及无障碍卫生间一个 为解决中道站前 卫生设施 及开水炉集中使用问题 全列卫生间增值42个 电开水炉十七个 10月1日起 京港 护港间的动卧列车 迎来了全面提直升级 北京系往返香港系统轮的 动9991动次 升级为高89拐898次 上海虹桥往返香港系统轮的 动9动拐9动8次 升级为高899900次 不过这两对新动卧 并非每日开行 而是暂时安排在 旅客出行需求集中的 每周的一五六日双向开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感谢视频的原作者 授权我使用相关素材 我们下月再见